由梅春爱兰铁山社区举办的传三文化季活动 日前在爱兰台币热闹登场 今年的活动除了结合社区特色举办社区行李的活动之外 也有社区特色产品展售以及精彩活动的演出 嫌疑员陈宜君、叶仁壮以及黄世芳都到场参加这场活动 黄世芳议员表示 能够借由活动举办 让正名以及小朋友们了解在地文化以及特色 是非常有意义的 也希望未来各社区都能够展现出自己的特色 让更多人能够认识普里正 那我想借由这个活动来让普里正名 让我们里内的小朋友知道在地的文化 包括阿拉贵还是纸的文化 甚至这个土甲胖 我想这个活动是非常好 未来能创造出社区与社区举特色 让普里的亮点能在南头县在台湾可以发光发亮 现议员叶仁壮表示 船山文化祭的活动 除了在地文化的发扬 也展现出地方文化推展的底蕴 也欢迎乡亲有时间能够来了解船山文化 相信也能够让你不需此行 除了在地文化的发扬之外 然后你也看到地区 社区它的活动经营的一个底蕴 非常的难能可贵 然后当然也欢迎我们其他的乡镇的乡亲 有机会的话也来这边走走看看 这里有马林的一个传统的遗迹的文化区在这边 非常的有它深厚的故事跟意义 先议员陈宜君表示 转站文化祭的举办 对于推广社区文化有非常好的帮助 也希望县府文化局等相关单位 都能够共同来支持社区文化的推展 副一长潘一泉 肯定爱兰、梅春以及铁山社区的用心 也希望透过活动的举办 能够弘扬在地文化以及特色 并且能够将社区产业推广出去 让社区发展能够更加活络 记者陈伟一普理采访报道